第十九題就是提主 预期以频率为20赫兹的打点计时器及纸带做实验 每次粘贴一条纸带在同一部滑车后方上 当滑车向左移动时 利用打点计时器在纸带上打点 请根据下图滑车分别做四种运动时 在甲、乙、丙、丁四张纸带上所打的点 回答第十九到二十二题 第十九题问 滑车做等速度运动且速率最快时 当时是拿动哪一条纸带 那我们晓得如果要做等速度运动 表示在相同的时间要走过相同的距离 所以只有甲跟乙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同时还要告诉我要速度要比较快 所以在同样时间之内走的距离要比较大 那么乙走了两格甲走了一格 所以乙的速度比较大 所以我们知道乙是做等速度运动 而且速率比较快 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 当时是拉动哪一条纸带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乙 打动是乙纸带 因为乙间隔相同 表示做等速度运动 同时间隔比较大 表示速度比较快